董事长真的不需要我陪你吗 不用 今天就以顾客的身份去考察门店 今天总公司有人来视察 你给我放机灵一点 听到没有 哎呀 哎呀你没事吧 哎呀你 立夏你这几个月业绩都垫底了 怎么还那么没有眼力进 这个沙发三万块钱 这老婆买的鞋 我不做我怎么知道坐着舒不舒服 好歹我也是顾客 你们店长呢 把你们店长叫出来看看 这是什么态度 店长不在 我是萧冠 现在我说了算 你这服务态度 你怎么成萧冠的 怎么 你想赖着不走吗 你再不走我就要保安了 你 保安 要不我带您看看吧 你是在可怜我吗 萧冠都说了 我买不起这里的东西 不是的先生 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随便带我看看吧 这边请 请问您有什么喜欢的装修风格吗 没有 那您方便告诉我您大概的预算吗 没钱 我看您刚刚一直在咳嗽 先喝点水用人嗓子吧 没有预算也没关系的 您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手册 可以先了解一下的 小姑娘 你对顾客态度这么好 不像刚才来为什么消灌 总是拿鼻孔眼看人 为什么业绩总是垫底呢 职场吗 那我刚才那样对你 你不生气 怎么会 这是我的工作嘛 没关系的 您要是之后有了什么合适的预算 可以再来找我 我一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不用以后了 这个 这个 这几套我全要了 这都蛮贵的 这样我给您推荐几个 性价比比较合适的吧 不用一把年纪了 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你去下单吧 你干嘛 还给我 这客户明明是我先接待的 这单就应该是我的 那 有人吗 哎呀 王太太呀 赶紧找老头去把钱付了 我 给您开好了 谢谢 你不叫丽夏吗 怎么单子上是别人的名字 哦 我明白了 原来她这个消灌 就是这么来的 哼 敢在我的面前 耍这种伎俩 哎呀 王太太呀 我这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把您给盼来咯 这是我们店为您准备的新品 您看一看 嗯 这几套我都要了 嗯啊 这些沙发都已经被预定了 嗯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为我准备的吗 哎呀 她不懂规矩 王太太您要了 那肯定给您 这可是个大哥 家里面有两栋猫盔 把她伺候好了 还成业绩 可是这些已经下单了 哎 你 现在这个沙发 可以让给王太太了吧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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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